主要这样子的顶楼加盖 或者是说有这个屋顶的现象呢 其实在30多年前就已经有出现了 这个晒衣场呢是30年前就已经寄存的 不过因为比较老旧的关系 有一些木头的毁损已经腐烂了 还有这个石棉瓦的屋顶也有这个毁损的状况 所以在107年2月份的时候有重新的整建 至于这个整建的内容有没有违反新竹市相关的规范 我们也正在进行了解当中 如果有违反规范的话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想问一下就是民众党这边有没有传出就是要跟国民党 就是蓝白盒 然后两边有就是打算9月先谈立委 10月再谈总统这两阶段的合作方式 好我们看在媒体上呢有露出所谓的蓝白盒时程表 事实上呢在科办这边完全没有类似的规划 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蓝白盒的时程表 更遑论两阶段的整合 事实上呢科办这边有自己的步骤 自己的程序 还有柯文哲是坚决很坚定的代表民众党参选总统到底 那么从9月份开始 我们就会逐步的露出柯文哲的政策方针 他的理念的破话 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会有第一阶段的露出 包含了医疗政策长照政策 第一阶段我们会推出的是有效的医疗以及永续的健保 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密切来关注 我要再次强调 科文哲竞选办公室没有所谓的蓝白盒的时程表 我们会依据自己的步骤推出我们的政策 还有区域立委以及不分区立委 甚至呢也在规划自己的副手 所以在媒体的这些相关报导完全是子虚无有的